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8月16号 我们的心眼光所看的经文是 耶利美书27章 1到15节 27章1到15节 我们一起来祈祷 向主愿你的灵 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 愿你的灵 开启我们的心 引领我们遇见你 祷告奉主耶稣民求 阿们 约西亚的儿子 西里加做王 统治犹大国的初期 上主吩咐我用皮带和木头 做一个二挂在脖子上 接着上主吩咐我 经由那些六三人 访问西西加的王的大使们 把以下的讯息传递给 以东王 摩亚王 亚门王 太尔王 和西东王 上主万军的统帅 以色列上帝 吩咐我命令各大使者 把他的话传给 本国的君王 他说 我以大能大力创造了大地 以及地上的人类和所有的动物 我要把地交给谁就交给谁 现在我亲自把这国家交给我的仆人 巴比罗王 尼布贾林萨 由他统治 连野兽也交给他支配 所有的国家都要臣服于他和他的儿子 孙子直到他的帝国衰败 那时他要服事列强和列强的大王 但如果有任何人 民族和国家不肯 臣服巴比罗王 尼布贾林萨 不肯背负他夹在他们脖子上的恶 我就以战争饥荒和瘟疫 惩罚那一国 直到我使尼布贾林萨 把那一国完全消灭 至于你们 你们不可听信你们的先知 占卜的 解梦的 算命的 和巫师的话 那些人一口同声的 叫你们不要臣服于巴比罗王 其实他们是在骗你们 以至于你们被掳 离开家乡 我要放逐你们 你们要被消灭 但是 无论哪一国 肯背负巴比罗王 加给他的恶 臣服 肯臣服于他 我就让那一国的国民 安居本土 耕种自己的土地 我 上主 这样宣布了 我也像犹大王 西西加说同样的话 你们要背负巴比罗王 加给你们的恶 臣服于他和他的子民 这样你们就能生存 你给你们的人民 何必招惹 战祸 饥谎 和瘟疫 而死呢 上主明明说过 哪一国不肯 臣服巴比罗王 哪一国 就 招来那些灾难 你们不可听信那些 劝你们不要向巴比罗王 投降的先知 他们 他们在欺骗你们 上主亲自说过 他并没有猜浅他们 而是他们冒他的名 欺骗人 如果你们听信他们 上主就放逐你们 你们和欺骗你们的先知们 都要灭亡 在耶利米书的27到29章当中 可以说是一个单元 也可以说是耶利米面对 假先知的这样的事情 耶利米遇到的困难是 他奉上帝猜浅说预言 可是同时也有很多假先知的问题 在百姓当中 去迷惑百姓的心 犹大国的情况 其实是经常遭受到 假先知在那里所谣言惑众 所控制 不仅是在27章 在前面的章节当中 也都有出现 而那些假先知用了什么形式呢 他们喜欢用 先知性的话 占卜的话 解梦的话 算命的话 或者像巫师一样 还会变一点魔术 这样的情况 是为了要让人听他们的话 骗取他们的心 然后让他们离开上帝 可是有意思的是 百姓却对这样的事情 很吃这个胃 就是常常会被牵着鼻子走 如果要不被人牵着鼻子走 要不被假先知这样子的假讯息带着跑 有什么方法 其实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亲近上帝 如果没有亲近上帝 就不能辨别上帝的声音 以色列人就是落在这样子的谣言惑众当中 最后他们没有遵循上帝的计划 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可以 甚至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去面对巴比文王 可以去跟他们打仗 因为他们的战力很厉害 像过去一样 可是我们在这里的情况 我们看见 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当上帝 因为我们不是上帝 只有当我们一步一步 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带领的时候 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时候 我们才能明白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很多次我们都看见以色列人想当上帝 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的悖逆跟骄傲自大 可是你又反过来说 那些悖逆骄傲自大 不就正是因为他们的软弱跟自卑所作祟吗 说到这边你会觉得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分辨假先知呢 这样的一个题目不是这几分钟可以解决 不过我要用约翰福音16章来分享圣灵的工作 因为约翰福音16章里面他提到 当圣灵来的时候 他要向世人证明 他们对于罪对于欲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 所以人对罪的观念错了 因为他们不信我 他们对义的观念错了 因为我往父亲那里 他们也再也看不见我 他们对于审判的观念错了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 可是你们现在负担不了 等到是真理的灵来的时候 他要指引你们进到一切的真理当中 他不凭着自己说话 而是把他所听见的告诉你们 并且要说出将来的事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会把我所说的 要说的话告诉你们 我父亲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圣灵会把我所要说的话告诉你们 在这段约翰福音16章里面 我们就看到当圣灵来的时候 他会指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 那这个真理是什么 这个真理有就是对罪跟对义 跟对审判的这三重认知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认知里面 我们去可以去审视 我们是不是领受圣灵的话 我们对罪的观念有错误吗 我们对义的观念有错误吗 我们对审判的观念有错误吗 我们应该要信耶稣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赦罪 我们应该要相信上帝已经跟耶稣 耶稣已经为了我们跟上帝和好 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和好跟接纳的意 我们要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那个死亡 他为我们带来新的盼望 所以就从这三点当中 我们要看见圣灵是不是活在我们当中 圣灵能够定罪也能够让人家知罪 更能让人知道审判 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和有限的人当中看见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能够察觉辨识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 也让圣灵成为我们的先知 让我们从罪和从意当中 从上帝的观念当中去认识上帝的奥秘 我们一起祈祷 向主求祢的灵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领受祢的恩典 在祢的灵当中 我们要认识生命的真理 我们要认识罪认识意 认识从祢来的审判 祷告奉学书名求 阿们 阿们